寻宝人野外钓鱼竟捞到毒贩埋藏的保险柜 并且这个保险柜处处透露着诡异 里面很可能藏着毒贩的全部身家 立马掏出切割机强行开箱 在小翘棍的加持下 终于是打开了保险柜 不料柜子里却冒出了滚滚浓烟 这可把寻宝人紧张坏了 但当看清宝贝的瞬间 寻宝人直接惊呆了 柜子里竟有着好几代面值200的欧元 随便一打都能抵上寻宝人一年的工资 并且还有一把黑色手枪 看来前主人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这张光盘里绝对记录了不少秘密 光是富贵里的宝贝 就够寻宝人这辈子吃喝不愁 简直不敢想象主柜里会是什么 随着柜门的开启 下一秒寻宝人就傻眼了 只见柜子里装满了全新的钞票 不仅有美元甚至还有其他国家的货币 看来前主人为跑路做了充足的准备 寻宝人不禁有点担心自己的安全 就在他还在苦恼这些钱该怎么花时 同伴的探测器竟又在不远处响了起来 没想到图里竟又挖出个红色保险柜 寻宝人来不及多想 直接掏出切割机开干 有了前面的开箱经验 寻宝人很快打开了保险柜 可下一秒他就不淡定了 柜子里竟赫然躺着一把手枪 寻宝人也是头铁 竟直接上手扣动了扳机 幸亏弹夹已经被清空了 这几个大小不一的砝码却看得寻宝人一头雾水 莫非是用来撑面粉的 前主人绝对是个狠角色 将里面散落的钞票清理出来后 寻宝人小心翼打开了蓝色包裹 万万没想到里面竟全是100面值的美元大钞 下一个包裹里同样也装满了现金 这可把寻宝人激动坏了 这数量比刚刚的还多上一倍 完全够寻宝人盖动别墅了 本以为贵底只有钞票 万万没想到里面竟还藏着一把香槟色的手枪 突然寻宝人注意到旁边竟还有个暗格 里面又会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